大家好 我是周庭 今天我們這條片非常特別 有兩個家在我旁邊 這個大哥認識 Hi Hello 大家好 是黃之鋒 為什麼他原有系統呢? 我真的不知道 這位可能大家看樣子覺得 是誰呢? 講名字大家一定認識 他就叫William 但大家都不是叫做William 大家就叫做張飛 話說我記得去年 我記得黃之鋒也是在這裡 有一次遊行示威入面 有些前線比我們的抗爭者 然後就見到William王 那有兩個男生 那其中一個男生見到William就馬上說 是種子張飛啊 然後第二個人可能不認識 就說誰啊? 張飛你都不認識 我們今天會就一些藍絲YouTuber的影片 做一個reaction 最近可能大家有錄連燈都會知道 很多人都討論這個藍王YouTuber的問題 又說藍絲那裡有什麼KOL100 很多人把這些資訊發給我 問我怎麼看 所以我們今天就拍一條片 去react這個藍絲YouTuber的影片 那今天這條片呢 就會分別在兩個channel裡面都會有的 分別就是我周庭的channel 和香港眾志的channel 那兩個channel的影片呢 理論上應該是一個不同的版本來的 所以大家如果想支持我們的話 都可以看完兩個channel不同的版本 希望大家多支持黃絲的youtubechannel 我們的朋友們就幫我們選了幾條片 本人已經關閉Facebook 哦是呀因為他不斷被香港人追擊 那他的youtubeinbox都可以留言尿咎他 嗯沒錯的 是 現在跟大家分別 那個聲音這樣 是不是正常的聲音 那為什麼香港會這麼緊張呢 人家武漢人都還沒開始全世界的 所以現在就搞成這樣 由武漢來到香港 但是他患那個並不是武漢肺炎 那些人還沒確診 有少許常識 不知道他現在看這條片 他會不會想delete呢 他現在都容許這條片繼續存在 他在這個channel會不會好 對不起自己良心呢 youtuber好啊 youtube好啊 youtube好 肯定微博才是最對的 微博是最正確的 你覺得已經撤回了 什麼啊什麼蒙米撤回了啊 我也想蒙米撤回啊 是不是政府還上訴這樣 撐你的肺 什麼啊 哪啊 大陸是沒有人關注的 因為根本就這樣 是誰了 大陸可能關注 沒有人關注 不是因為他出這條片是1月12日 那時候習近平還沒出那個指令的公佈 喂沒理由這個人的subscribe的人數是多過你 我覺得真的 他做了多久啊 這個channel 有幾年啊 有幾年啊 病毒是關於當時 但是病毒是不關他那邊 蛤? 蛤?蛤? 蛤? 這個好笑 這個好笑 病毒是關大陸的事 但是病毒是不關香港的事 所以他認為香港不是中國一部分 大陸越來越開放 香港越來越... 什麼啊 大陸越來越開放 所謂黃媒、藍媒都是媒 媒體的作用就是誇眾取寵 他說黃媒、藍媒都是媒 媒體作用就是誇眾取寵 其實youtuber也是一個自媒體 其實也是一個媒體的一種 這些真的站在那裡得高地 就是一隻手指著人 四隻手指著自己的那些 不要緊現在有了 就是因為大家經歷過沙士 所以才這麼早開始準備 他真的反過來說 第二條片 又是他! 不要給他我看 哈哈哈 其實我也有美國帳戶 還沒封嗎? 應該封給他 我看到黃之鋒已經在騙拳頭了 你不要打敗我摩托 但是後面那句 為市民日常活動評分這件事 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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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開始了嗎? 不明白為什麼 因為你的評分 不是 因為可能那時候政府就澄清了 那他當然把政府說的東西 就等於是對的東西 他剛才有傷害怕 就是一個現在完全通行普及移動之分 他現在在罵中國啊? 我不認識啊 他覺得中國這個評分制度都很荒謬 我下次也拿下我的Facebook那些藍絲留言 看出來逐個留言好像挺好玩的 你可以拍那些回應宣問留言 14億的人口 而且是沒有任何一個人會造反 何況你說西方 不是 不是 這個 他覺得大陸是有自由的 然後下一句就說 不是 純粹是有自由和沒有自由 跟你養不養得起 14億人口是不乃有關係的 是剪錯片啊 沒有任何一個人去造反 他知不知道中國大陸有多少人 有任何人去造反 我覺得這個有多好笑 因為 他在說香港人誤解造 連香港的藍絲都知道 大陸當然是有人造反 因為沒有 不過多與少而已 北韓都有 他們現在的建設都會越來越像大陸那種有商場 那你不會說北韓是有自由的嘛 我想起最近呢 北韓都有人確診 然後馬上槍斃 這些叫什麼 標白資料 如果不是玩微博的話 我根本這輩子都沒可能知道 這個社會評分是假的 不是啊 但是問題是 玩完微博之後就覺得 很尷尬啊 政府是 政府是說有社會評分制度的 其實人一男老變慘 那問題是 你有社會評分制度 你同意或者不同意 你可以說 但是這個東西不是真的假的 沒錯 社會評分制度 這刻在香港是沒有社會評分制度 但是大陸真的有的 可能他又反過來覺得 我們只是懂得玩Facebook IG的黃梅 是不忠肯 只是懂得抹黑中國政府 這個是什麼事啊 軍事級架構暴光啊 嘩 香港的報道 他們的軍事級架構 嘩 我也不知道啊 外交部 日本外交部部長 對 美國外交部部長 觀察和授責的資料回來 得出了一個議論 就是今次黑暴規模 是達到軍事級的 嘩 這套衣服 不知道是不是淘寶回來 是不是其實是把文匯大公 那些東西都讀出來 如果我是藍絲 我覺得看完這條片 看到三分鐘 我會有這條片 指揮部做指揮 指揮部做指揮 說完不是真的等完沒說 鬼不知道指揮部做指揮嗎 但是藍絲呢 就算他看完 他覺得看了三分鐘 他不想再看到他 他都會分享給人 《蘋果日報》的黑幕 他們有編輯部 有娛樂版 是廢的 另外呢 這個氣象台呢 這個呢就是 這個工人比較細小 他主要呢就是 專業地去將香港 就是示威那些天氣情況 溫度啊十度啊 天文台是不是開了部門啊 天文台是不是示威部門啊 無理龍 哈哈哈哈 因為顏色革命呢 他本身呢 就是在這個字面說 其實首先要包含了一個顏色 和革命這兩個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I have a pen I have a apple 啊 啊 Apple pen 就是有主題式 就是顏色革命嗎 但是從來沒有人說過 澳門那個自由度很低 也都沒有人說過 那很多人說過 什麼話 誰說過澳門啊 就是說澳門那麼壞啊 香港都比他還壞啊 最大的分別就是 為什麼那麼多藍絲YouTuber 現在那麼紅 還有我們 雖然平時沒有看 但是一按下去 發現原來可以二十幾萬 四十幾萬 還多過很多黃絲 我覺得主要原因呢 一來就是 那個藍絲和黃絲 去維繫自己的 community 的方式很不同 黃絲呢 我覺得是比較獨立思考 和批判思考 我們看完黃絲YouTuber的影片 我們都可以很不認同啊 或者會選擇不分享 不like啊 或者不subscribe 但是藍絲不是的 他看見好像同路人呢 就是他分享了他的親戚group啊 那些什麼 什麼什麼 什麼三隻小花啊 你知道嗎 藍絲那些group 是這些什麼 不要笑啊 周庭 可能周庭你遲些過多五年後 你會都開這些group的了 靜了 真的這個 你可能真的過多五年後 你也有機會開這些group 所以我覺得 這個維繫自己社群的方式 是會令到那個藍絲和黃絲去 share一些youtube片 或者看youtube片 那個態度 或者會 take action 是會很不同的 所以就變成了 其實很多藍絲YouTuber 雖然我們沒有看開 但是一按下去 就會看到很多feel 而黃絲就沒有那種 就是現在比較多 因為這幾天 就多了這個 藍黃之分 很多人就會馬上follow 然後連登的list 去follow 希望之後 都會多些人看這個 黃YouTuber 不過我覺得黃 就算黃絲YouTuber 都不一定是跳一條片 都是靜論的 當然你要看你 你為何要開我的頻道 無端端 因為想看周庭 你怎樣啊 所以大家記得訂閱 他們做什麼 記得訂閱 記得按鐘仔 口 射臉都是粉 咳咳咳咳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 記得LIKE SHARE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最重要就是 按Subscribe 旁邊的鐘仔 那你就不會錯過我之後的片 我們下條片再見 Bye Bye 為何喊得出來 因為你的鼻子都喊得出來 謝謝